廣播成為戲啊 產業 它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譬如說 寫學我自己阿嬤 嚇得胖 問一下大台北的健身司機 真的趕快就找到 這個事情的時候 蕭煌琦才唱那一首 阿你今晚在座 建議裡面的人就會拚廣播 每個媽媽打電話進來 她說 不管妳犯了什麼錯 回來之後 我們還是會張開雙片歡迎妳 廣播 能不能讓很多人的情緒有個觸控 這不是我… 剛剛聊天有錯 今天晚上十點 請大跟班